决区09月份和后续大事件汇总来了 活动奖励 1.2前瞻时间 300非0兑换码 1.3新角色公布时间 相信对您的游戏规划肯定有帮助 还请点赞投币 关注支持一下花猪 祝您十连好几个金 9月9日零号空洞刷新 调查点数和空洞任务都会刷新 中秋马上就要来了 假期要出行的朋友们 可以提前分天刷完哦 9月13日 小活动第一幕第一镜开启 各位神将会邂逅导演康妮 根据导演的需求 来用特定的滤镜拍摄特定的人物 9月14日 预计是1.2版本前瞻直播 届时会送出300非0 兑换码在第二天失效 我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后续还有全网活动汇总的几百兑换码 点个关注就能第一时间领取了 9月16日是与防卫站刷新 最高可以获得720非0 同时零号空洞也会刷新 防卫站还没打完的朋友 可千万别忘记咯 9月18日 估摸着会有咖啡魔药学 双倍驱动盘双倍妒忌的活动 具体看实际上限 9月22日 23日预计1.3星角色的立会发布 不出意外 应该是对空六克的另外三位角色了 分别是星剑雅 潜宇优真 月成柳这三位 花珠在这里大胆预测一下 星剑雅是兵一场 潜宇优真是电强弓 月成柳是支援或一场 如果猜错了 可千万不要打我呀 至于这两位谁是四星 谁是五星 这花珠就不敢猜了 9月25日1.2上半开启 按照官方的角色顺序 花珠估计 凯撒是1.2的第一个五星角色 百尼斯应该在下半 凯撒是物理防护 百尼斯是活属性一场 这里从9月9日到10月1日 截止预计可以获得的飞灵 前瞻兑换码300飞灵 每日任务23天 总计1380飞灵 呱呱卡全景预计100飞灵 减度适用20飞灵 零号空洞共四七 总计640飞灵 事与防卫战两期总计1440飞灵 打不满自行减去 某游社千到60飞灵 某博千到80飞灵 两个活动预估总计960飞灵 月卡总计2070飞灵 大月卡680飞灵 总结零刻档4680飞灵 小月卡档6750飞灵 大小月卡档7430飞灵 10月1日国庆节 不知道官方会不会送点福利 毕竟这么多好看又强力的新角色 让人看了都想抽 凯撒和伯尼斯 不知道大家想抽谁呢 现在还是游戏的初期阶段 各种的新版本开启时间 后续的活动具体时间 还不是很固定 如果花猪预计错了 还请大家原谅捏 后还请大家用免费的 点赞投币收藏支持一下 万分感谢您了